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 附属中学分校的黄燕青 今天我来跟大家讲一讲我的故乡 乡愁对于我们这个年龄阶段的人来说 好像是奢侈的 就比如我从小在北京长大 每年呢就只有寒暑假 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 才有机会跟父母一起回一趟故乡 但对于童年时期的我来说 回老家简直就是我一年中最期盼的事情 我对于故乡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 这种情感在我心中最直接的体现 就是我对于家乡美食热气的爱 就比如说我的心头好 江西的瓦罐汤 它可是大名鼎鼎的干菜代表 还有我喜欢的豆参和萝卜丝 在制作酱汁菜时 他们吸饱了汤汁等放进嘴里的那一刻 就会感觉那味道比肉还香 简直让肉成了配角 那么这些味道用我的老家话来说 就是指的一楼个环 我来为大家用普通话来解释一下 就是由于我们吃了热腾腾的美食 出了一头的汗 这就是我们那方人对于美食最极致的注解 这么说来大家都知道了 我的家乡就是江西 确下来说呢 只是鄱阳湖和景德镇之间的小小异域 也就是多昌县芙蓉皇村 今年寒假我也回了故乡 我敢说春节绝对是家乡气息的极大成者 在大年三十 家乡有一种一定要把春联放在下午贴的一个习惯 这个规矩呢 是以前从来都没有打破过的 我也很好奇 我问了我的爷爷 爷爷告诉我说 这是因为在过去务农的时候 大年三十的上午 都要把过去一年的债全部都还完 等到下午安安心心欢欢喜喜地过大年 等到下午天还没有黑 家家户户的厨房都已经开始忙活起来了 就比如说我们家就是我厨艺记转的姑姑们 已经在灶台下忙前忙后 那么我总是非常纳闷 我总是觉得为什么老家的饭菜 比我在大城市所吃的饭菜就是好吃那么多呢 然后我仔细想了想 我觉得这一定是因为我们家的大度灶台 功劳肯定就是他的了 要用大度灶台做饭 那就一定是上面一个人负责掌勺 下面那个人呢则负责天火天柴 只有两个人配合得相当默契 才能保证锅里的菜 熟的恰好好处 火候刚刚好 也让我们大朋友小朋友 垂涎欲低 那么趁着这个功夫 爷爷也就开始给我们补课了 他告诉我们说 年夜饭也有它的专属仪式感 就比如说爷爷告诉我们 所有黄金的灯整个晚上都得亮着 然后从年夜饭开始之后呢 大门就不能再开了 掉在地上的东西不可以捡 这些规矩这是让人打眼一看上去觉得 嗯 有点摸不着头脑 好 那么我现在来为大家揭晓一下谜底 灯不能关是因为爷爷告诉我们年寿怕光 如果整个晚上都开着灯就可以赶走年寿 也可以赶走下一年的厄运 然后不开正门是因为老家的正门有一种专门的用途 就是用来接客的 那这么一关就相当于是告诉大家说 我们家已经是河家团圆 人丁兴旺了 如果开了正门 说不定就漏了些福气 然后不捡掉在地上的东西 就是因为有一个小说法 说是会掉财 漏财 如果不捡 说不定明年还可以招财尽宝 这些都是老家习俗的一些小说法 最终也就成为了我们孩童们的乐趣 然后在所有的灯全都亮起来之后 我们也就不再多出正门了 然后这个时候 爷爷和大伯已经在正堂摆好了生牛肉和生鸡肉 他们要向门外祭拜列祖列宗 然后让他们保佑我们明年能够继续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等到大人们举行完祭祀天地的大礼之后 大门也就正式关上 然后年夜饭也就正式拉开了帷幕 厅堂里饭桌边的热闹 除了有春晚 还有我们孩童们热闹的 然后嬉戏着去抢米糖的嬉闹声 这就是我们做米糖的步骤 首先就是用纹火将麦芽糖化开 让它成了粘稠的橙色 然后直到吐出一个一个大泡泡的时候 我们再开始将熟的生芝麻还有爆米 然后一起倒入 接着搅拌 然后再拿出来一点一点的揉圆 然后压扁 一个一个糖饼就已经做好了 在做芝麻糖的时候 我们有一种特色 就是说我们要边做边吃 特别是我们小朋友们 我们小朋友会趁着这个时候将软软热热的芝麻糖多吃起口 因为在这个时候芝麻糖还没有完全的晾干 它现在还是又软热又热 然后呢在口里稍微咬一下 就可以肆意出芝麻的香气 在老家的年夜饭中 还有一种必备的点心 就是老家的米巴 别看做米巴的这个方法和步骤非常的简单 但是在老家只要有一家做米巴 我们的街坊邻居都会一起聚到他这一家 然后跟他一起帮忙 大家看看我们的劳动成果 就是我身后一张图片 米巴们都排排坐在族族有这么大 就是可以将整个灶锅盖住的一个蒸笼里面 然后呢这一笼里面呢就是我们的饺子吧 我最喜欢吃的呢则是另外一种米巴 就是故乡的印子巴 因为它是用老家的一种特有的野菜 就是柔和而成的 然后吃起来有一种独特的清香 我在做印子巴的时候 常常和爷爷并排坐着 然后听爷爷讲 他跟印子巴木头模具的故事 就是我身后这张图片 因为我爷爷以前是木匠 所以这些模具可都是由他亲手制造的 然后呢爷爷非常了解这些印子模具 所以呢在我做的时候 爷爷总是跟我讲每一个印子模具背后的意义 就像我身后这个 中间带着一个小花图案的 就是在家乡婚庆的时候用的 中间那圆圆的花心 正好可以用筷子点上一个红点 这样在婚庆时吃它总是感觉格外喜庆 我喜欢关于家乡记忆这些热闹而又富足的时刻 如果让我接着讲 我可以一直一直非常欣喜地讲下去 但随着我的慢慢长大 一个16岁青年心目中的故乡 好像变了又没变 就像我可爱的爷爷 他的皮肤还是那么幽黑 他脸上的皱纹还是那么多 但是站在他身边细细看 就发现他眼中好像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沙物 而且爷爷以前是一位出色的木匠 但是到现在呢 他也不常常去拿起他所喜爱的那些木雕了 当我在像一个孩童一样 将他撒着娇 说让他给我做一只鱼竿的时候 他也不会那样像以前那样非常爽快地答应 他只是现在微笑着 说要把他手里的红包塞进我已经赚成拳头的手心里 他告诉我 这些是给我用来买一些小玩意儿的零花钱 来弥补我心中的遗憾 当我现在终于下定决心 跟爷爷说 我想向他学习 如何做故乡的木头印子的那个木纹的时候 他也只是满怀留恋的清浮那些木纹 告诉我说 他这几天眼睛也花了 手也有些不得劲 等到他好些了 一定要做给我看 但是自从爷爷这么说完之后呢 我也就不再敢常常向他提起 这不免使我非常自然地联想到 就是当如果有一天爷爷不在了 那家乡的仪式感何在 我应该向谁询问家乡的礼仪和习俗 家乡的美食手艺还会有吗 那那些香音又是否还能听见呢 那对于如果是我的后辈向我问这些问题 我又是否可以耐心地解答呢 我仔细想想 我觉得可能我能应答如流 这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面对我所真爱的故乡 我已经做出了自己实际的行动 就比如说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去做故乡的米巴和芝麻米糖 然后在今年的元旦 我也和同班同学一起分享了我做的米糖 并收获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我也尝试着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着故乡的一切 就比如说故乡的一些习俗 还有我的一些收获 对于今年来说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学会了下地 然后呢不看植物的根 然后直接去区分普通小草 小蒜 大蒜还有葱之间的区别 真的是令我成就感满满 在去年的国庆 我也学会了如何去晒桂花 然后去做桂花茶 还有酿桂花酒 我也以自己的方式 就是在中间摆上了红色的单柜 然后旁边摆上了金色的金柜 然后摆成了一个五角形的形状 在家乡以自己的方式庆祝了国庆节 这也让我获得了很多点赞 而且我的评论区也炸开了锅 大家就纷纷表示说 想跟我一起回到老家 跟我一起去享受一下在家过一些节日 然后呢再体验一下家里的特有的习俗 当然我也答应了大家 我这次由于场地原因只有三个名额 我一直以自己的方式记录着家乡的一切 并表达了我对于家乡的一些特殊的情感 但是我总觉得这些情感表达得有一些不到位 直到我读到了沈从文先生的一句话 家乡的一草一木 一生一处 风丝雨片都是我们的人生底色 这句话简直一下就戳到了我 我觉得这就是我想戳的那句话 我平常都是在大城市生活 在大城市有更多的变化和机会 让我得以成长 但如果我在成长的过程中 能够占据几分家乡的草木 泥土的芳香 那便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